不锈钢过去被熏黑了 被火烧黑了 怎么样去除这些烧黑的痕迹 有的地方发黑 有的地方发黄 大家看 我们怎么样把它去除 我们直接擦呢 擦不掉 等等 没有任何的反应 根目擦不下来 这就是不锈钢 它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呢 不同的是其他的一些材质 如果被烧黑了 被熏黑了 我们很难去除 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个 去除的好妙招 如果不锈钢过去 发黑 变黑 变黄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只需要呢 地上一地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啊 非常的神奇 如果效果好 我把这个东西呢 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来说一下 它叫什么名字 那现在 我们在发黑的这个部位 滴上一地 这个东西 这个部位啊 发黑非常的严重 我们来 滴上一地 然后在发黄的这个位置呢 也滴上一地 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大家看 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呢 滴上了 我们再来滴一滴 这个东西 这个首先放在这 让它进行浸泡一下 发生一些反应 然后呢 我们再来擦一下 现在我们用纸巾来擦 打电 立马就掉下来了吧 非常的明显 我们直接把这个纸巾呢 泡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样来擦 也是啊 这样效果会更好 很明显 我们这样擦的时候呢 它逐渐的变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发黄的这个位置 我们再来擦 DK变白了吧 再来擦 大家看怎么样 不管是发黄的还是发黑的 都有效果 那刚才这个部位非常的黑 我们擦了几下之后呢 这个黑的立马就消除了 而发黄的这个部位呢 也变白了 这里之前呢 发黄特别严重 我们擦这下之后呢 这个立马就消除了 我们继续这样擦 很快就会把这个发黑的锅子呢 给它擦白 还是有效果的 那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 这个叶子啊 就是油漆四十字 俗称香蕉水 效果非常的不错 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说有更好的方法 开始评论区留言 我们日次来焦虑学思 咱们 sieht下 audience的 还可以让大家看一遍